冲花生上市完成之后 接下来的9月中旬 下花生又将上市了 那么花生的价格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继续来看 在天安门市多宝镇的 一个合作社 销售经理正在请工人 把花生装载上车 这段时间行情好 油料花生和鲜石花生的 走货量都明显增加 像我们这个 行为往哪个地方呢 那个油料过 我万一到那个福建 到江西 每一天 这里有车 大陆平的一个老板 每一天都回去 去把车车 那两天打得很难 四天我就到四川 到湖南 到西安 到湖北 咱们基本的一个老板的话 总之的话 每一天可以装个 大几个半个把他都装 杨海群告诉记者 目前花生的出货价格 还处于较高水平 但相比前段时间 已经略有松动 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近期全国大范围降雨 预计九月中旬以后 国内新花生将全面上市 从今年新季花生上市情况来看 未来市场行情 或在线高开低走的格局 即将陆续上市的地区 有河南 周口淮阳 商丘 内黄 河北 唐山 鸾县 山东 林仪 潭城 枣庄 腾州等地 随着供应量的陆续增加 新花生价格将有一定程度的 回调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